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来 请坐 怎么样 他是不是一进了就老实了 老实个屁 昨天晚上反了体站门的摇了一晚上 这棒 弄得我呀 一会也没睡 你们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过分 什么意思 如果两个中国人 为恋爱的事情打架 你们会管吗 你对这个情况不是很了解 我们抓他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他袭警 我抗议 我强力在抗议你们 这小子他又在叫了 想请你们喝杯茶呀 也喝杯什么 我强力在抗议你们 你们非法的拒捕一命 我怀仇 我是外籍 我强力在抗议 局长 你找我 下福 你的身体怎么样 头还晕不晕了 还好 不会影响工作 局长 谢谢你的关心 你也是早对我说呀 我早就出面保护你了 能让你受他那个气 我也是瞎了眼 千不该万不该 我不应该把这事看得太重 哪也不见得 男欢女爱 男婚女嫁 人之常情嘛 不想才不正常呢 问题是 你不该找一个什么外国人 听派出所说 他的护照是八几年才办的 那早先还不就是一个一般的大陆人 您批评的对 我一定会记住这个教训 今天晚上 到海峰楼去吧 我给你设宴押京 正好 今天又是我和太太的 结婚纪念日 好 我一定去 你就不要过去了 再来坐等一下 我强烈地要求你们的马上市场 OK 不然产生的一切后果 你们得负责任 我再强调一遍 我是一个葡萄牙籍的公民 其实你是月球公民 只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犯了罪 我们都有权拘禁 不但可以拘禁 你要是犯了重罪 还可能枪毙 请给我解释一下 我犯的是什么罪 什么罪 你对一个中国公民时报 侵犯了他的人身自由 而且当警察敢去阻止你的时候 你还袭警 我的拘留你是何行的 我那叫袭警吗 我只不过是推了黑一把而已 所以我们对你的拘禁 也不会超过24小 OK 二十四小时不用开 还唱 你怎么说 你现在可以说 就是你现在到了 我也要控告 而且我要到你们的商务里去控告 明白吗 你知道我和傅宇装什么关系吗 我们是恋爱关系 恋爱关系 我之间发生的什么纠纷 也是我们内部自己的事情 你们无权干涉 我都不在意子 在他组合怎么会发生这种 你闻闻闻 啊 这就是你这个人最大的弱点 电话太快 一会儿还原人家是诈骗犯 现在啊 他是同样请人家来 不管你说 我曾经采访过一个买群杀气案 当我看到那些采量的时候啊 我被气得半喜 恨不得把那杀人犯啊 称逼一百多次 后来 他称逼的时候 我采访了他 听他说他 杀他老婆的原因 看他满脸流泪的样子 突然觉得 我要是有权利的话 一定会免得他死心 感情代替政策 所以啊 我爷爷让我到巴西去管理企业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哎 答应他呀 到时候我给你一块去 给你当一个大管家 有一天啊 主人不见了 管家呢 就宣布主人失踪 紧接着 家里就成了 老板 什么傻的 简直就是傻的 哎 哎 你干什么 对不起 我吓到你们了 别紧张 我只是想跟你们谈谈 说吧 你去找过傅义卓了 是的 我是找过他 那这么说 你是对我感兴趣的 怎么讲 如果你对我不感兴趣的话 怎么会对我以前的女人那么热心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谁 我跟傅义卓 从认识到结束 都是光明正大 可这并没有影响 你去追求别的女人 那是在我们决定分手之后 我做新的选择 也是合情合理的呀 是 是合情合理 你我认识也是合情合理的 也是通过合法的途径 婚姻介绍所认识的 对吧 这有错吗 再说我被拘留的事情 那也是一个突发的事件 傅义卓他欠了我的钱 我去要他不但不给我 还辱骂我 所以我当时 当时是有些失手 那你 你来就是向我解释这些 不是这样 我是来跟你借钱的 我在大陆只认识你和傅义卓 除了你们 我谁也不认识 我在国外的婚姻很失败 也想在大陆找一个 我想大陆的女人 应该会宽容一些 善良一些 我也没想到 我又错了 所以我现在只能够 回到葡萄牙去 可惜我现在没有钱 好了好了 你需要多少钱 一张机票钱就可以了 好 你把你的地址告诉我 我会送你一张机票的 但愿我们这张机票 没有送错人 看来你们还是不信我 既然这样 又会比借我钱呢 对不起 再见 我觉得他真的很可怜 可以 你 我常遇到这事儿 你不接他的时候 他一直想 刚一接他他就挂了 不会一般我都知道是谁打来的 这个电话肯定是我爷爷打的 这两天啊 他天天给我打电话 我的手机开着 他也不给我打 说那玩意伤脑子 喂 是我 哦 你啊 刚才加给那个电话 是不是你打的 嗯 我刚才出去吃饭了 他回来了 说吧什么事 我跟你说 那个地方我是绝对不会再去的 什么地方 回介绍所 回禀谈 那谁啊 又不是让你去征婚 你怕什么呀 那你要不去 我不是让你去 你不是让你去 你不是让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你就让你去哪儿 你呢 我不是让你去哪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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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想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女朋友 先登记 小翠儿 把登记表给她 我能不能看看 看什么 我看看那些登记表 要都像你这样 你先别走 你先别走 他呀是刚来的 不懂规矩 我们这儿啊 光登记 不看点也行 可是这个手续费呢 还得多交一点 不过会有发票 看什么都行 你好 小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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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教你 谢谢 你 什么事儿 我想请你去采访一下这个人 我说不行就不行 我得多少 我得多少 你用不着空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对不起 请你出去一下 不是您让我在这儿等着呢吗 我改注意了 我还有别的事要办 不接受你的采访 没关系的 我可以在外头等 等多久都行 站住 你往哪儿去 给我坐下 喂 是我 你都已经找到了 好像是个富婆 挺有钱的 听说有产家 还有专卫店的 他们那个服装的名字 好像叫什么猎手 嗯 你着什么急呀 你刚刚到了半个小时 就能跟我说什么情况了 那我也太了事如神了 哎 你沉住气 如果 他是我估计的那种人 我相信他会找来的 行了 听见了 哎 等等 老胡同村 你可真神了 老胡 你老师告诉我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翅膀硬的 再也不需要我这个姐姐了 行了 行了 你这话我都听了一晚变了 你不想听也可以 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 我还真用不起你这个亲妹妹了 那好 你把账给我结清了 你的公司我按月都给了 别的一分也没有了 哎 你不要忘记了 我们可是签了合同的啊 合同是定的 肯定违约了 你不想干的吗 我为什么还要履行合约 你 等一下 你听见没有 我让你等一下吧 拿去 给你 你的墨子 对不起啊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你找谁啊 我去找你啊 我不认识你 你不是阳青小姐吗 我是 未定的 请亲吧 谢谢 你出去一下 我待会儿找你 去呀 来 借了那个记者 说我今天没空 让他回去吧 这是他的梦 请坐吧 谢谢 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这个时候来打扰你 没关系 我是从婚姻介绍所 知道你的情况 你是葡萄牙人 是啊 有护照吗 我问我 不是假的吧 是不是这所有成功的女人都这么说话 对不起啊 没关系 你今天多大了 四十了 你看中我什么 我当时看中你有工厂 还有连锁店了 我倒是第一次遇到像你这样坦率的人 坦率不一定是点好事情 他会给你惹来很多的麻烦 我倒不反感这种人 但是你要知道 要得到我的钱财 首先要得到我的心 杨小姐 你真的是误会了 我说看中你的工厂 是我想在这里打一份工 您坐 杨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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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宏早走了 那记者走了没有 刚才还在 你去找找看 找着了让他过来 我现在就要见他一下 说吧 你能干什么工作 我什么都能做 说说你的特长 我在李斯门大学学的是商气管理 找不到 那个记者可能走了 苏春发 你可能遇着对手了 什么对手 他说他学管你的 而你 又把我的厂搞得一塌糊涂 你说我不应该让他试试吗 你说那个吴建平神不神 他说啊 我一定拿回去找杨清 开始的时候我还不信 后来你才怎么着 我一到那儿就碰到他了 他并没有去英婚呢 那不一定 吴建平说还得再看他 这个吴建平 我真服了他 你别是看上他了吧 你神经啊 我学是硕士工的全日新闻 忽然成了农场主 你说满金不满金 对吗 对 不过我去还是要去的 我想再跑几年 等跑不动了再去 你是想嫁人以后再去吧 也许吧 我的潜意识中啊 有嫁人的欲望 什么潜意识后意识的 难打当婚女大当嫁 这是再责任不过的道理了 哎 嗯 你说 你说 那个维顶男 是不是真的去找工作 这还是你跟我说的呢 你不会潜意识里 把维顶男当作你结婚的对象吧 你禁止他 不一定 嗨 你好 这是你的眼睛吧 谢谢 不客气 我可以进去坐会儿吗 我不习惯让男人晚上到我家里来坐 对不起 咱们两个人都去了质疑场 蛮巧合的 我怎么会知道的呢 是 你肯定以为我已经回葡萄牙了 这是你给我的那张机票钱 我把机票退了 谢谢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纠缠我了 到底是我在纠缠你还是你在纠缠我的 我到哪儿 你就跟到哪儿 小可 打心里说 我以前挺喜欢你的 现在我不能不说 我挺讨厌你的 你老师怀疑怀疑 好 证据呢 你拿出证据来啊 现在好了 韦炳呢 晚上都找过我了 他找我难堪 我都没话说 算了吧 我还没说 我不是老师 可能谈你 我准备点 什么话 人数人 我便是 伸鹿 猪影 终而 小放松 素 你们 老板,这些都是我昨天赶出来的 你对我的批评,我虚心接受 我是太事务主义了 小的方面,担得太多 大的方面,担得又不够 你应该是抽空,看一看吧 好不好 您看看吧,我保证您会满意的 我连着熬了两个通宵才把它搞出来 放在那吧 您看看吧 有空我就看 杨总,我想问你一句话 说 你真的想用那个外国人的 为什么不 你不怕他是骗子 是不是骗子 让他干一干就知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你那么信任他 你就不怕他是冲着你的钱来的 杨总一共有多少钱 你来的正好 一会儿我马上叫杨红来 咱们四个人开个会 先不着急 我给他看样东西 你先看看这个 杨总有多少钱 会比这个还多 那你还到这里打工干什么 我不想告诉你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啊 杨红快过来 咱们研究一下 扔任新厂长的事 咱们可是事先说好了的 要让我干了三年的 有合同吗 有合同也可以撕毁的吗 不不不不不 我我不是一定要打这份工啊 呃 如果苏厂长实在是不愿意走 我就 我可以干副厂长 可以的 反正我也干不成 我只不过是想尽快的挣一笔 钱马上回到葡萄牙去 OK 否则的话 我这张存单不成了一张废纸了吗 伟先生您不用客气 我们这次私隆公司 用谁不用谁 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 我就让你当厂长 而且是郑厂长 那你怎么安排我呀 梁红 你的意见呢 我还没意见 反正我说了也没用 对不起 对不起 梁总 我可以说句话吗 说吧 好 谢谢 诶 我实在是不想因为我 引起你们的不和 我看这样吧 你们先商量一下 商量的结果再告诉我 OK 好 再见 谁啊 大哥 说不回啊 忘了 好 大哥 到里面坐 来 大哥 你让我找得好苦啊 来 大哥 怎么样 钱还没弄够 现在大陆的女人一个比一个狡猾 那么容易 你带一不来了 你看 我叫他在外面等着等 他跑上来干什么呀 好现场啊 你怎么把他弄到这儿来了 他跑到澳门去了以后啊 一下子就找到了我住的那个地方 上次你带他去过的吗 我骗他 我骗他 说你到葡萄牙去了 嗯 他不信 他非要带 非要我带他来找你 还说如果不行的话 他就要向警方举 他吹牛逼呢 去报什么 你要不去啊 你怎么忘了呢 上次喝酒的时候 为了吓住他 你把沙里库特那个事情 这不对一无一时都跟他说了吗 看不见 哎呀 你想真是什么都干不出来啊 哎呀 哎呀 我们人头都快落了地了 你居然一连几个月 连个人我都找不到你 因为我没搞到钱呢 那 那你为什么住这么好的酒店 我不住这么好的酒店 他们信得过我吗 好 你骗 你就骗 骗成了 咱们一块过关 骗不成 连你一块谁也跑不了 还不是 再给我点时间 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肯定把钱给你凑齐了 我老婆已经叫农行调查了 要不是我在那当县长 早就关进去了 现在有人也在检举我 我再盯不住 那绝对完蛋 都是我家里那个十三年 听信你的话贪图小利 都说你是发财的外商 给你带那么多的款 哎 我告诉你 你家里那些东西 你这房子 你老娘还有你老婆 你儿子都在我手心里 你想一跑了之 行了行了行了 别说的那么悲观 干嘛 不就是五百万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可也真是的 你等我一回葡萄牙 什么都有了 你看 我这是什么 哎呀 上次我已经看过了 你也是这么说的 姐夫呢 你换五个月过去了 我一个大胆都没砍倒 行了 那你看这样行吗 我先给你十万 十万 那够什么用的 你以为我不着急 是不是啊 我比你还急啊 我这十万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 我实话告诉你 我急的就想杀人 你先目标 你去住 我去住 你住 你住 我去住 我去住 我住 你住 有你住 你住 你住 你住